大家好,我们今天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啊,就是泰国对中国好感超80%,对中国看法成为最正面的一个最正面的国家。 首先这个新闻是从泰国网传媒过来的啊,就是近日某民调机构公布了全球35个国家地区对中国看法的调查结果, 其中,无论是整体情况或者是经济角度,泰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最正面排在了第一位, 同时亚洲、非洲、南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都有正面的看法,这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。 其实我还是蛮吃惊的啊,这个对中国正面看法是,对正面的看法是,是泰国,我觉得有可能啊, 是其他国家,朝鲜啊,我觉得肯定不是俄罗斯,那朝鲜肯定怎么说呢,还有,嗯,巴基斯坦之类的。 但是是泰国还是挺让我吃惊的。 所以说,我们接着来看这些新闻就是,在询问了中国看法时,泰国一百分之八十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在第一位, 其次是,后面这个国家也非常有意思啊,尼日利亚、肯尼亚、突尼斯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。 嗯,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上榜的话,其实,嗯,也是比较,也是比较让我有点吃惊。 嗯,实际上,其中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与中国有长期的这种贸易投资合作,也就是中国加一的政策受益国。 嗯,就是同时在调查的九个中等收入国家,嗯,对在本国资本的中国公司看法时发现, 泰国百分之八十一的调查对象认为,对本国经济有益,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,中国企业能够很好的保护环境, 另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认为,中国企业公平对待国内招聘的员工,上述比率高于九个国家的平均水平。 其实,这个就是说,这是泰国的一个新闻网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,就是说, 泰国对中国的,嗯,这种看法还是蛮积极正面的,嗯,嗯,我,我,我们怎么解读这篇新闻呢? 其实我作为一个,嗯,你说我移民时间很长了吗?也没有很长,算移民吗? 或者是在湖外工作时间很长了吗? 但我特别希望就是说,中国,就是海外这些国家,任何国家对中国都是有这种,这种正面, 或者是非常积极的一些看法。 因为为什么我说是这样呢?只有这种,中国这种对在外海面有积极正面的一些看法了, 我们这些华人,你,你的,你才能过得更好,你的,怎么说呢? 你的,你,你,不管是你的地位吧,或者受尊重,你才会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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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,尤其是在国外生, 做国外生活的话,但是如果你的国家强大了,别人看你都是特别积极正面的,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正面的,嗯,就是, 我其实是在前段时,在,在刚出国的那段时间,我是可以感觉到的, 就是一,一六,一七,一八年,那个时候,你其实可以感觉到的, 中国这种特别正向的,正面的,就是,这种,这种发展呢, 当时真的是如日中天啊,就是很多人也愿意学汉语啊,嗯,很多人也愿意去中国, 然后愿意去,因为在中国可以,对吧,赚很多钱,然后很多的发展机会, 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事情,后来就是,啊,大家也都知道,对不对, 就是于日俱下,嗯,这个,我,我其实就想说什么问题, 就是说,我是希望是说,不管是我们作为海外华人的,我们的努力也好, 或者是我们国家的努力也好,我们都希望,就是说, 中国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,对吧,让别人认为, 类似于你是,你是,你是能够对国际环境, 有正面的影响,对不对,对这种,呃, 气候问题,环境问题,对很多的,这种,这种工业化, 消除贫困,这种,全球化的疾病, 呃,都有这种正面的回馈,正面的响应, 那对我们海外华人说,你真的是,真的是受益匪浅, 所以说,我想建议大家的也是, 你千万不要有那种思想说,哎,我离开中国了, 啊,中国就是多么多么的不好,其实真的不是这样, 但中国如果说哪一天真的不好了, 那你作为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, 你一定生活的也好不了, 对,我们其实希望的是中国更好,对吧, 如果中国好了,经济发展得好了, 那我们有更多的机会,啊, 不管是回中国投资也好, 或者是海外,是作为, 你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也好, 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,为什么呢, 对不对,中国发展好了, 你在任何一个公司的企业总部, 他们都是想去中国发展, 那那需要什么样的人呢, 当然需要有中国文化,或者是中国语言, 这样的,呃,一些人才, 在这个里面,所以说我们, 作为每一个海外华人, 我说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, 教导大家说,我们一定要坚持的认为, 或者是非常积极的确定说, 中国,只有中国好了, 你才能更好, 对吧,也许你现在已经很好了, 但是真的是中国好了, 你一定会更好, 啊,不要想着说, 嗯,说恨国呀, 中国有多么多么的不堪呢, 或者怎么样呢, 我们所说的很多的事情, 其实也是希望中国好, 只有,其实说白了就是, 只有中国好了, 我们才能生活的更好,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目的, 嗯, 这就是我想传, 传递给大家的, 对, 然后现在我们只是因为泰国觉得, 中国是非常积极影响的, 现在马来西亚呀, 或者是说新加坡呀, 还有这什么肯尼亚, 什么的, 我们也希望这种西方发达国家, 也是认为中国, 嗯, 更好一些, 起码是说, 对那些, 就是免签的一些地区, 什么德国, 法国, 什么, 起码我会觉得, 希望丹麦会认为中国, 更积极, 更正面一点, 丹麦人认为中国人更好一些, 这样的话, 我们在这边生活的, 才会更惬意, 好吧, 其实我希望我们读这篇新闻, 大家能够, 如果我们心里面能够了解的, 能够一些正面的, 正向的一些反馈吧, 好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